日本登革日疫情频传 目前已经有48名民众感染病例 东京都厅3日在东京黛黛木公园 调查蚊虫病原 确定检验出登革日病毒 同时临近的明智神功 也疑似传出疫情 南韩国防部周四表示 南韩将与美国建立联合部队 加强联合防卫力量 预计在明年年初成立 彭博社周三宣布 该公司创始人麦克·彭博 在现任纽约市长不到一年后 将再度掌管这家媒体及数据公司 彭博在1981年创立的彭博 至今仍拥有该公司88%的股权 2011年2012年 美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乔科维基和穆雷 在今年美网男单八强提前对决 结果现任球王乔科维基 以7比6 6比7 6比2 6比4打败穆雷 缔造美网连续八届晋级四强记录 新台海电视整理报道